外交论坛 我们邀请到中美经济合作策进卫 欧宏恋理事长 作为本场次的主持人 语谈人分别为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 和思音教授 前驻英国大使刘志工先生 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 黄奎博副院长 会议将由主持人做开场 语谈人则有15分钟进行意见发表 后面接着由台下各位听众 提出意见或问题 最后交由主持人做总结 那么现在我们就将时间交给主持人 马总统 苏秘书长 高秘书长 各位前辈 各位朋友 我们这个小组要谈外交问题 我想各位 已经在上一场听了 两岸小组的研讨 一定对两岸跟外交 关系的密切 有了认识 而事实上 我是实际从事外交工作几十年 我们的感受也同样 就是同样的是 我们外交所有的问题源头 都是出自两岸 我经常说任何一个台湾的领导人 要把国家治理好 第一件事情要先把两岸问题处理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 参与英文政府三年来 它的外交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 外交有三个领域 一个是国际空间 就是国际参与 第二个是与邦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第三个是与无邦交国的实质关系 我们现在就从这三个领域来看看 蔡总统 她的政策所为 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 首先我们来看国际参与的部分 虽然美国 日本都一再重申 协助我们来争取更多的国际参与 国际空间 那么参与们这种三年多来 也使出了浑身解数 充分配合 满足美日的要求条件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是 不但没有争取到新的国际参与 及扩大国际空间 反而失去了原先马英九政府失去 争取到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 以及国际民航组织年会参与的权益 此外在许多其他的国际会议上 也遭到杯葛来处 事实上美国政府现在 重回保护主义 孤立主义 任意退出 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气候变迁 公约等等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 国际公约 撕毁 国际承诺 所以美国在国际间的影响力 诚信 形象都已经大幅的滑落 而日本不但国力已经落去在中国之后 目前也是积极地争取要改善 跟中国大陆的合作交流 何况它在国际间的影响力 也是一龙千丈 所以其实美日两国 即使有意愿 但是显然没有能力 可以协助改善我们的国际参与 扩大我们的国际空间 其实除了刚刚谈的国际组织以外 区域组织的参与 对我们国家利益来讲 可能重要性还要更高 那在这一方面 蔡政府算了三年多以来 除了维持住了原先我们已经参与的 APEC跟亚洲银行之外 现在亚太地区正在发展建构的 西域组织包括 CPTPP RCEP 蔡政府也努力想要争取加入 但是毫无进展 它现在是做到了 APEC跟亚洲银行 这一部分它现在维持住了 但是再下来 APEC它是不是还是能够维持 马政府时期的 这个 参与高度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正在建构的新的区域组织 蔡政府一点办法没有 那么蔡英文政府制造两岸 紧张关系 把对岸视为敌人 CPPP 它不能参加以外 现在很重要的亚投行 跟RCEP 你既然把它当作敌人 而这个是中国大陆主导的 很显然的 我们参与的可能性 应该是零 不大可能 这是国际参与的部分 那么我们来看看 与邦交国友好合作的关系 蔡政府上来 三年多已经丢掉七个国家 其中除了圣多美 普利西比以外 都是人口数百万 甚至超过一千万的 我们的邦交的大国 那现在剩下来的邦交国 只有一个国家 是超过一千万人口的 那就是瓜地马拉 其他都非常的小 马英就任不实习 倡议外交修兵 我们的外交预算 每年减少 省下很多钱 来做国内的发展 在外交修兵政策下 两岸及国际社会 都是赢家 蔡政府执意 跟对岸进行外交恶斗 给了我们邦交国 很大的空间 可以来游走两岸 敲诈勒索 那么在外交恶斗的政策之下 五一的赢家 就是游走两岸的小国 那么 蔡政府舍去三赢的外交政策 却采取只有一个赢家 而那个赢家不是我们的一个政策 完全是不合理 不合逻辑 而我们的邦交国也非常清楚 我们的外交处境 所以在往后的日子里面 邦交国的敲诈勒索 是不会停止的 虽然每一次发生断交事件 我们的外交部都 煞有其事地宣布 声明 不与对岸进行金钱竞赛 但事实上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金钱竞赛不但不会停止 而且会越野越烈 敲大的金额也会越堆越高 我们的外交预算 也会越编越高 这三年多以来 除了整体的外交预算 每年增加以外 机密预算 更是马云族总统卸任时的四倍多 非洲只剩下一个邦交国 而我们非洲的外交预算 编列十几亿可见一般 这是邦交国的部分 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 我们跟无邦交国的 实质关系发展 毫无疑问的 我们最重要的无邦交国 就是美国 美国事实上是我们 协助我们 支持我们 很重要的一个友邦 但是目前 美国正在跟中国大陆 尽主世界霸主的地位 奇奇怪有力的筹码 而台湾人员正好是 美国最好运动的筹码 那么蔡英文政府上任三年多以来 也全力配合 让美国来尽量利用台湾牌 而我们看到的是 虽然美国行政部门 对台湾立场 立场一贯 总是用标准的答案来因应 但是却透过美国国会 通过什么台湾旅行法 国防预线授权法 台北法等等 另外还出售F-16B危机 这些动作都是在极大化 台湾牌的价值 那么台湾 这样子配合美国 交换到的利益 交换到的利益是什么呢 美国除了一心 想卖它的牛肉猪肉 还把这个肉 寄出了后20年的F-16B 高价卖给我们 大占我们的辛苦钱 而我们希望要的就是Tifa 刚刚我们这个 总统也提到 Tifa 我们想要 结果毫无进展 已经停摆很久 所以美国一再地滥用台湾牌 一再地踩中国大陆红线 那么严重的后果呢 全部都转交到台湾 造成两岸 关系紧张 说话的谁 是我们老百姓 我们国家也是一样 不但国际空间受到压缩 国内的观光业 农业 残民 外销等等 都受到严重的冲击 我们来看看日本 我们这个 参与政府对日本 真是还可以 对他的大使 成为大哥哥 到这种程度 结果呢 日本 我们的代表处 更改 处名 还得付手续费 台日关系 已经沦落到日本政府 连我们代表处的官方地位都不承认 还谈什么 实质关系的提升 之外 马正姆思齐 还有七个代表处 名声是惯用国民 中华民国 结果蔡正姆上来以后 七个代表处 全部被迫 把我们的国民 中华民国的四个字拿掉 那么以上这些 这个 在三个领域 蔡总统 都是因为 政策的错误 导致了 这个 我可以 下面说的 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就是 主权的严重弱化 刚刚这个 在 上一场 好几位都提到 包括我们马总统 蔡正姆夫 尤其是蔡英文本人 不忘 一再强调 他捍卫 主权的决心 但是问题是 主权是需要 国际社会 这个 确认 不是你在国内 喊喊口号 就可以成就的 那么 蔡正姆夫三年多以来 在国际参与 邦交国的维系 无邦交国 对我们国际人格 事实上的认知等等 凡是涉及 国家主权的问题 全部都严重倒退 这说明了 国家主权 已经被严重的弱化 也证明了 蔡文总统 所宣称的 捍卫主权的努力 是彻底的挫败 第一个后果 第二个后果就是 我们作为美国的棋子 所有的严重后果 都是我们自己承担 蔡英文政府的亲美政策 可以说是完全迷失在 美国可以记忆我们的 错误思维里面 事实上 美国就我们会出兵吗 可能性是很小 我们看看美国不断地 在国外出兵打仗 他的动机都是什么 都是为了要抢夺 或者维护重要的战略资源 没有一次出兵是为了 保住他的棋子 我们只是美国跟中国大陆 进主谈判的一个棋子 我们绝对不是他的战略资源 所以他不可能为台湾出兵 那么如何就法 我想我们大家 刚刚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来 根本就是不可能 那么而且也有美国学者 曾经警告 台湾有一天 可能会被美国出卖 道理很简单 既然我们是棋子 哪一天这个棋子用掉了 这棋子就不存在了 第三个研究后果就是 台湾重新成为 国际社会的麻烦制造者 马英国政府实习因为主张 两岸外交修兵 赢得对岸的认同 因此两岸停止 呼挖墙角 而对我国扩大国际空间 对岸也释出善意 除了两岸经贸文教体育 等各领域的合作交流 进行顺畅 开启了台海地区 和平稳定的新情势 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肯定 我们也从麻烦制造者 成为和平缔造者 是两岸及国际社会 三营的政策 可惜台湾政府上任后 因为错误的两岸政策 跟外交政策 台湾又成为麻烦制造者 第四个负面的后果是 证明新南向政策的失败 麻烦制造者 政府时期争取到 在卸任的时候 已经有167个国家 给我们免签待遇 所以我们国人出去 都觉得很开心 很骄傲 但是蔡英文政府上台以后 给很多国家免签 尤其是东南亚这些国家 使他要推行新南向政策的国家 他都给了免签 但这里面有很多国家 不给我们免签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这就把我们的国民 变为四等国民了 怎么会是这些国家 比我们落后 反而不给我们免签 我们是一个进步国家 我们的国民 还到他们那里去 还要申请签证 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 蔡政府除了将我们国民 论为四等国民以外 也证明他南向政策 是彻底失败 他的南向政策 他主动的给了人家免签 结果你连争取人家 给我们免签的都办不到 更不要说跟这些国家 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或者投资保障协定 事实上我们台商 到东南亚去投资 他需要你这个政府 帮他找商机吗 不需要 他的这个嗅觉 比政府更灵敏 他需要政府给资金吗 也不需要 他们的资金充裕 甚至贷款也没有问题 他不需要政府的这些协助 要的就是 政府能够跟这些国家签订 自由贸易协定 加强我们产品的竞争力 另外就是投资保障协定 这样我们去投资 还有安全感 但这些财政部都做不到 都没做到 第五个负面效果是 大量的牺牲 我们纳税人的血汗权 蔡英文政府为了填补路客 人数的减少 想办法争取其他国家的观光客 那为了选择观光客的人数 没有减少 竟然用我们纳税人的钱 去补入外国旅客 所以蔡政府所公布的观光客人数 就算是增加了 那都是我们用我们纳税人的钱 堆高出来的数字 我们纳税人是何等无辜 第六个负面的后果就是 民进党政府落实了外交休克 马云州政府提出两岸外交休兵 民进党用外交休克这四个字 恶意 批评 嘲讽 结果 马云州政府八年执政期间 最亮丽的政绩 就是妥善处理两岸关系与对外关系 让全国老百姓能够受益 蔡英文政府提出踏实外交 结果三年多来 两岸关系跟对外关系都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很讽刺的是 果然很踏实 很踏实地落实了外交休克 他当时嘲讽我们政府的这四个字 外交休克 这个竟然是由民进党政府来实现它 而且现在还是修克ING 修克ING 这种严重后果还要我们全民来承担 对我们老百姓来实在是很不公平 以上是我个人对蔡英文政府在外交政策的作为跟成效方面的一些 个人的观察 谢谢各位 以下我想请 语谈人 表达他们的看法 首先我请 这个何生先生这个何福民俗党 在这里还到哪里 马总统 各位我在政府里还有学术界认得多年的朋友 今天非常高兴来这边做个发言人 那么我必须说马总统刚刚这个欧部长讲到了 马总统的时候马政府的时候 这个两岸关系和外交关系相辅相成 这是非常重要的成就 那么这个成就 从我这个教授的观点来看 我觉得国际政治的结构是最重要的 所谓结构就是指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在马总统担任总统的那八年的时候 刚好美国和中国大陆都非常希望 双方都希望有很好的关系 那么那个时候 我在国安会里头知道 那时候美国人有跟我们说 这个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 可以直接通话的管道就有83条 那么当两边的两个强国 他在结构上非常愿意和对方和好的时候 马总统的两岸和外交也可以执行得很顺畅 那么即使如此 作为两大之间的小国 仍然是非常的辛苦 我必须说 那么这个辛苦呢 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毛总统和中国大陆谈论ECFA的时候 这个美国人呢 总是要定期询问 你们在谈一些什么事情 这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那么这其实是这个 你不能跟他全说 你不能跟他不说 你永远要揣摸你该说些什么 你该在什么时间说 那么你如果什么都不说的话 这个美国人有所对我们有所疑问的话呢 其实是非常对这个马政府 对于整个台湾都是非常不利的 可是呢 你也不能够什么都说 这也不行 所以呢 永远就要保持这个一个平衡感 这个平衡呢 不像是这个苏起兄啊 今天早上演讲以后讲的那个balance of power 的那个balance 那个平衡啊 也许说是equilibrium 你永远要在这个内内外外啊 要揣摩到一个可以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那个状况 你可以说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用中文是这样子翻译 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一个例子 那么这是不会停的事情 永远在那里 因为你永远要和这两个大国啊 常常你就是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呢 这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那么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啊 你如果从结构 从台湾的观点来看的话 那么我记得我以前培建的时候 这个马总统也提到 跟这个苏起兄聊聊天的时候 有提到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这个 那个时候啊 政府的政策永远啊 像同时啊 下三盘棋 那么第一盘棋是你要对大陆 你第二盘棋啊 是要对美国 你第三盘棋啊 是要对国内 那么下三盘棋啊 其实还好 如果段数很高的话呢 也是可以下的 那么可是呢 麻烦的是这三盘棋啊 它之间还会互动 你这个下了跟大陆的棋 你要跟国内下 还要再跟这个美国下 反之在其他的那两个点啊 另外那两个三角形的 那两点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就举这两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 那么就可以想象到 当时啊 这个主旗逝者啊 实在是辛苦啊 那么这个 总统当了八年 我妈每次看电视都说 为什么会老这么多 我心里想说 天天到晚下棋 下三盘棋啊 实在不是个什么 有空去想别的事情 非常辛苦的事情啊 所以这个我很庆幸啊 这个不必服务太久 两年刚刚好啊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结构的问题 可是呢 这个结构啊 到了这个2016年啊 就不存在了 2016年不存在了 两方面 第一方面呢 是大陆 他开始有他的做法 第二方面呢 这个美国川普总统上来啊 他有他的做法 所以呢 这个结构啊 就成了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啊 就变得非常的远 而且非常的敌对 想想看我刚刚讲的 在马总统的时代 当这两个强国还需要啊 还希望保持和平的时候 这个台湾呢 在中间走啊 他还可以走 当然也行 就这我刚刚讲的 你永远要想到 要怎么下棋 可是呢 当两边啊 分得这么开的时候 要怎么走 是件很辛苦的事情 那么现在这个蔡英文的政府啊 他就选择了一个简单的走法 就是他只管一边 完全不管另外一边 那么当他只管一边的时候啊 这个会有很大的问题的 那么这个 可是呢 下一任 假设是这个韩市长选上的话 他啊 就不能啊 就靠一边走 那个中间的那条 equilibrium 我刚刚说了 那个动态平衡的路啊 是不得不走的 你不走的话呢 就会对国家啊 有危险 那么 让我讲一讲啊 现在啊 这个两边啊 就是这个两个大国 他 他之间啊 这么敌对性啊 那么 我是 我是怎么看的啊 那么 第一个呢 是 我们先看美国好了 那么 看美国啊 这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看这个川普啊 他自己的这个 你可以说 他推特外交啊 或他自己的电话外交 反正就是随他 讲一句啊 那么 我在美国政府的一个 一个朋友啊 做次长的 他有一次 跟我说 我们在政府里头啊 现在知道呢 Every day is a new day 因为呢 他每天都会发一串的推特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订 我是有订那个川普的推特 的推词呢 哇 那个每天早上啊 他们早上我们晚上的时候啊 就噼里啪啦一大串出来 哇 超好看的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他的那个推特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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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准的 那么 可是说不准啊 但是啊 还是啊 这个 大家还是可以给他归纳出一个原则来 也就是他的外交政策啊 经常是 交换性的 尤其是那种商业交换性的 这个呢 这个美国人说 这叫做这个 transactional nature 或transactionality 就是 这是有交易的 我对你怎么好 你要对我怎么好 那么这里呢 就有一个实证 是关于台湾的 那么不睿泽啊 特别从 挑出这个实证来 告诉我们的这件事情 这实证是什么呢 Bob Woodward 是这个 揭发水门案件的 一个名记者 那么他写了一本书 2018年9月出版的 那么 叫做Fear 就是恐惧 因为他讲 这个川普啊 白宫里头 第一年到底是什么状况 以后就充 就讲的主要是恐惧这种情绪 那么 他里头特别提到 布瑞泽特别提到 那么 在 我就把这本书也找出来看 他说在1月19号 2018年的1月19号的时候 那么 川普开国家安全会议 那么大家正在讨论一件 一些别的事情的时候 川普忽然没来由地讲了一句 就说 我们保护台湾 我们有什么好处可以得到 那么所有的这个与会者 都待在那边 然后呢 大家就装作 没听到 继续 继续当时的议程 可是你可以想象得到 他当头的脑瓜里 就永远有一个 transaction的观念在那里 所以他对台湾的帮助 他一定要有个transaction在那里头 那么这就是这个苏启兄 今天早上提到的 这个 我今天早上虽然没来 不过看在联合报上 看这个会议的streaming 看得很愉快 那么苏启兄提到的是 美国要帮助我们 第一个心不甘情不愿 第二 我要说如果台海两岸之间 如果有冲突的话 一是心不甘情不愿 没有意愿 第二个能力也打了折扣 那么如果两岸之间 真有什么严重的冲突状况发生了呢 我觉得第一个考虑的 就是川普他的想法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要有点交易 对我们来说实在不利 那么第二个 也就是他的工作阶层 他的工作阶层 就是美国政府现在管国家安全 还有外交的工作阶层 他们有很多东西 资讯究竟是公开的 是很有意思的 那么这个工作阶层 我找到一篇好文章 其实就是在国务院的网站上面 那么是他们的助理国务卿 管国家安全的助理国务卿 Chris Ford 写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我必须说写得真好 可是呢 看起来也真是让我心惊肉跳 那么要再下一张 再下一个PowerPoint 那么他就是讲 他是说当美国 这个Chris Ford这篇文章 你看那个美国国务院的网站 就告诉你很多事情 美国国务院把他最大的敌人 放在同一个摆面上 那么第一个是伊朗 第二个是俄罗斯 第三个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你如果点进去看的话 这三个就是美国现在心里觉得最重要的敌人 那你如果点进去这个China的话呢 很快的你就可以看到Chris Ford 他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一开始啊 他就说啊 大陆啊 是这个 现在呢是公和私是放在一起 然后呢对全世界啊 施加压力 那么比方说好了 这个大陆呢 他的孔子学院 你很难说他公和私是在哪里 那么比方说好了 大陆在前两年要求 他在这个中国 中国大陆的学生 在所有的外国 在他们所有啊 外国留学的学校都要成立这个学生会 那么要举报相当的事情 那么这个呢 就是啊 这个Chris Ford 说中国大陆现在的做法呢 就是这个 Public和Civic Fusion PCF 两个合在一起 去对全世界 换句话说呢 这是这个 这个我们念这一行啊 有一个词叫做Sino-Capitalism 也就是这个中国式的资本主义 那么这个资本主义啊 你们常常听到的 比方说国进民退啦 比方说阿里巴巴 马云啊 被下台了之后 现在阿里巴巴的那个董事会主席 那个董事会啊 已经被杭州当地的政府官员啊 进去了 所以呢这是 大陆啊 这个Chris Ford 说大陆呢 现在用这种方法 用这种方法呢 美国啊 就要 要用他自己的方法啊 去对付这样子 新的这个资本主义啊 那么 那么Chris Ford呢 他就说 他要用 All Government Response 就是整个政府啊 要串联起来 然后呢 做出 做出这个反应啊 所以呢 这篇文章里头 有好几个连结 你进去看啊 都是很好看的连结 比方说好了 美国的这个特异的 呃 这个代表署啊 啊 USTR 那么美国的贸易代表署啊 就就出了一个200多页的这个 一个这个政策报告 就说是中国大陆啊 是怎么样去侵吞 这个 呃 侵吞蚕啊 啊 这个美国人的这个科技的知识啊 啊 然后呢 在贸易上啊 做些什么事情 那USTR那个200多页的 那个政策报告很好看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个连结 也是这篇文章上的连结 就讲到这个FBI FBI啊 就讲说 他就给这个美国 都公开的啊 那么FBI 知道以前的几乎没有这种事情都发生 没有发生过的 就是FBI啊 就跟美国全 所有的学校 还有实验室啊 都说了 就说 这个中国大陆啊 你们雇用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或者是工程师 你们要特别注意些什么事情 那么这个 China's Risk To American Academia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美国人呢 现在跟大陆啊 这个等于有点这个 就是对着干的意思 那么第三 那么第三我就先不谈了 以后这个 要写论文的话 为这个基金会把这个论文 简单地写出来 所以我再说好了 那么 大陆那一方面啊 我觉得 这个 对我来说 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大陆的墙 尤其是这个军事力量的 这个迅速的增长 从1996年到现在为止 今天早上这个 苏启雄啊 他的这个PowerPoint 已经说了不少了 可是呢 我看呢 是看他的弱 他的弱呢 其实啊 让我也很紧张 他的弱呢 有 第一个 我们知道 他的这个债务的问题 是严重的 那么所以呢 这个债务的问题严重 我们这个 通常有个话叫做 Minsky Moment 也就是说 当你一个社会啊 经济 债务 很多的时候呢 它会累积 逐渐累积 逐渐累积 然后呢 让大家都没有办法 做生意 所以中国大陆呢 就一直啊 要把这个信用啊 一直注入 这个经济体里头 可是越注入啊 它就越麻烦啊 那么这是他的问题 第二个呢 也就是国际民退 我刚刚提到的 因为民营企业啊 它雇用的人多 国营企业 它没有效率 可是呢 国际民退 使得它的这个失业率啊 一时也很难改善啊 那么 等等这些事情 这些的弱啊 它会引起一项问题 那么我最近啊 还看到了一件事情啊 让我尤其心惊肉跳啊 人民日报 9月15号的海外 9月15号的这个头版 写了一个 就把这个习近平啊 的一个演讲 他是在2014年的 2014年的演讲啊 重新啊 登一遍 人民日报 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情 所以呢 重新登一遍啊 那篇演讲的这个内容 2015年吧 2015年 重新登一遍啊 他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习近平在那篇 那篇他自己的演讲 一字一句都是这样子的 讲的就是说呢 这个限制任期的重要 那么他现在我们知道 他已经这个开放了任期 可是那篇 他自己的演讲 是讲说 限制人 限制这个领导人的任期啊 是这个中国大陆领导圈子 非常重要的成就 所以呢 人民日报啊 把同样的东西啊 拿出来啊 这个再登一次啊 我觉得实在是非常稀巧的事情 好 那么一个 一个像 像大陆这样子的这个强权 如果弱的话呢 我们很难讲 他会怎么样 有两种可能性 那么历史上有不同的例子 一个呢 他可能会变得更 更有侵略性 第二个呢 他可能会比较这个收敛 掩齐 袭骨 那么我呢 觉得 我看是说 大陆现在越弱啊 我的观察到的是 他对外的这个扩张啊 会越强 那么这个呢 就让台湾啊 非常的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说了 我刚刚已经被按两次领了 我刚刚说了 这个 这个台湾呢 未来的领导人 那么 下一任 我觉得 他一定要走那条难的路子 这条路子呢 会比马总统走的时候啊 更难 他一定要有足够的 这个平衡感 那么 知道 已经分开来 这么远的这两墙之间 你要怎样做到一个程度 让这个大陆啊 不会 没事就干你 让这个美国啊 他不会 这个 说要保护你的时候 老是要想到说 你我们到底会有什么回馈 那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台湾呢 绝对不能够在这两强 这个美国和中国大陆啊 他们之间的这个 优先顺序上啊 占很高的优先顺序 优先顺序 对台湾来说 这两个强国之间 台湾的优先顺序呢 如果越低的话 就是越好 对我们来说 就是越好的事情 好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和博民事长的发言 现在我们请这个 刘志工大使 来发言 谢谢 谢谢 谢谢后部长 各位与谈人 马总统 各位贵宾大家好 今天我要谈的这个题目啊 是蔡政府的外交的挫败 危机和转机 我们知道马总统在执政期间啊 以九二共识啊 这个启动了两岸和解 开创了对外关系和 对外关系和这个两岸关系啊 的良性的循环 可是蔡政府上台之后啊 他背弃了马政府啊 两岸和外交平衡发展的政策 导致中华民国的国家的地位 我们参与国际的空间 还有代表国家主权和尊严的 一个最重要象征 也就是我们的国民 在国际社会啊 不断受到的侵蚀 不断受到的限缩 欧部长在引言之中 已经列举了非常多 蔡政府啊 这个三年多来啊 外交挫败的一些势力 我想为了让大家更清楚 了解蔡政府外交挫败的程度 我想只有比较马政府时期 跟蔡政府时期 我想大家看了会更加的清楚 在马政府时期 两岸在外交休兵之下 我们基本上巩固了 我们的邦交的关系 可是蔡政府执政 在两岸对抗之下 我们的邦交不断的流失 甚至以涵带我们国民的代表处的 也被破改名 在国际组织参与方面 大家都非常清楚 我们参加了WHA跟IQA大会 蔡政府时代已经不再受邀 敏迁国家在马政府时代 增加了110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非常重要的 包括蔡政府时代 所谓新南向国家的 马来西亚跟印尼 蔡政府虽然强调新南向 但它在所有的免签的 这些争取方面 增加了四个 断掉的一个就是萨尔瓦多 整个新南向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 增加对我们的免签的待遇 我们谈到最重要的 我们国际经贸活动方面 对我们经济最大重要的贸易伙伴 在马政府时代 不但签订了ECFA 还有新加坡跟纽西兰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在蔡政府时代一个都没有 对我们跟美国关系 蔡政府是非常自豪 说我们这个跟美国关系非常好 虽然我们看到美国国会陆续通过了非常多的法案 这些法案形式上非常友台 但实质上它基本上是在对抗中共 加上行政部门根本没有意愿要执行的情况下 也就是马总统所说是口惠而实不识 对于双边实质关系非常具有指标意义的 一个是美国高层官员访台 另外一个我们跟美国之间 在TIFA这个协议之下 双方建立一个赤壤级的经济对话 在马政府时代这个经济对话是照常举行 可是蔡政府三年多来 这个最重要双边的经济对话 在TIFA架构下的经济对话到现在没有举行 所以说我们台美关系的实质关系 在蔡政府时代可以说是不禁反退 至于说其他关于渔民的保护 台日渔业协定 台飞渔业执法协定等等 在蔡政府时代冲之鸟交 我们渔民的权益 甚至受到日本的侵犯 没有什么作为 没有什么反应 我们再看看从外交部的公开的资料 我们可以看到 在比较马政府时期跟蔡政府时期 我们从几个国际关系非常具有指标性的意义的 当然第一个来讲是邦交国数目 由二三国调到十五国 签署政府协议的数目跟参加政府兼国际会议的数目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蔡政府时代是往这个有减少的一个趋势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中共阻挠我国际参与的势力 在马政府时代只有个位数 但是到了蔡政府时代 2017年达到49件这么多 这个不但是 刚刚早上马总统和其他的贵宾也谈到了 不但跨国企业 这个航空公司网站 矮化我们的国民 甚至于小到留学生参加国际的活动 也受到干扰 所以从这个情况 我用个表格给大家看一下 邦交国数目 是从降低 另外 签署政府协议的数目 然后参加政府兼国际会议的数目 再来 就是中共阻挠国际空间的势力 可以看到这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 我们看看 我们想要大家比较重要的关心 可能是2020年之后 有关于在外交事务方面 国际关系方面 有什么可能的一个变化 什么可能发展 基本上我认为 对我们来讲的话 2020年之后 如果民进党再度执政 是我们中华民国 可以说是遭遇到空前的外交危机 这外交危机是什么 是邦交国归零的一个危机 如果民进党2020年再度执政 并且把这个选举的胜利 解读为 解读为 台湾的民意 对过去三年多来 蔡政府两岸政策的认同和支持 因此很有可能 在未来四年 可能不会改变 它现有的大陆政策 如果加上 如果川普政府执政 继续执政 美国跟中共的对抗 加剧的情况之下 很可能蔡政府 如果连任 更不可能改变 它现有的大陆政策 北京对这个结果 它的评估 如果认为民进党未来 恐怕在台湾 会长期的执政 台独的思想 也因为民进党长期执政 而更加的巩固 台独势力更加的扩张 长此以往 可能认为台湾问题解决 将更为困难 因此习近平最早可能 在2021年 也就大家谈到了 中共建党百年 或者在2022年 中共二十大 他连任之后 改变对台湾的政策 和方针 来扭转 这个不利的趋势 无止境的发展 对我们来讲 首当其冲的话 就是对我们邦交国的维护 将更为困难 因为对中共来说 断绝仅有的 现在是15国 到了明年 后年之后 数目可能更少 断绝少数几个国家 对我们的外交承认的话 也就从根本来否定 我们的国家的地位 对大陆来讲 将是成本最低 但是收效最大的 反制台独的作为 如果中共在 以这个银弹的攻势 来挖我们外交墙角 我想雪崩式的断交潮 甚至于邻邦交国的命运 可能是在所难免 现在我们在国内 许多人对邦交国归零 有很多的幻想 尤其主张台独人士 有非常多的幻想 我们现在从国际法上 来看看 邦交国归零 在国际法有什么意涵 由于联合国只接受 中国只有一个 因此联合国大会 第2758号的决议 基本上是将 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 合法的代表 由台北改为北京 也因此两岸过去 争夺国际的承认 它的本质 也就是争取 中国的合法代表 当我们荣然获得 国际外交承认的时候 即使只有少数这个国家 由于这些国家 在国际法上 在从国际法上来看 由于这些国家承认 台北所代表的 是中国这个国家 因此使我们享有了 国际国家的地位 但是未来 如果一旦我们失去了 所有国家的承认 也等于使我们从根本上 丧失了国家的地位 在当前国际社会中 只有非洲的索马力兰 是实际上唯一的一个政治实体 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承认 当我们这个邦交国的树木 一旦归零之后 将使我们的国际地位 沦落到像索马力兰一样的政治实体 临邦交造成 去国家化的结果 对于国家主权和尊严的维护 将是一大打击 邦交国归零之后 台北有什么选项 第一个选项 宣布独立 在国际法上 即便具备了国家的一些要件 这大家都非常清楚 也就是人民 领土 政府 和对外交往的能力 但是还是需要获得国际的承认 才能够取得国家的地位 因为承认乃是确认 一个国家的法律的存在 承认国接受 被承认国是一个国际法的主体 具有国际法上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因此在邦交的情况之下 我们如果要重新取得国家的地位 只有对外明示 明白宣誓独立 以争取国际承认 这是唯一的途径 但是无论宣布独立后 继续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 或者改称为台湾 同样将使我面临了 中共对台动武的明显 而且立即的危险 而且这种分离主义性质的独立 在国际上也将面临 来自联合国大会 通过决议 或者是个别国家发表声明 表达不承认的立场 国际不承认台湾独立 为合法有效 除了这样 也就将立即产生 否定国家地位的一个效果 此外对于我们和无邦交国家 关系的现况 也将造成危机上的困难 这包括我们派驻 无邦交国家的机构 人员 他们的地位和待遇 双边官方的交往的关系 以签订协议的执行 甚至国人通商旅行的便利 也就是免签证的待遇 都可能会面临到住在国家的 政府的检讨或改变 它的结果可能危害到 双边现有实质关系的维持 推动和发展 邦交国归零之后 台北的选项之二 重启外交的争夺战 那两岸之间的外交争夺战 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之久 但是现在的整个情况 跟过去能战时代 可以说情况非常不同 今天大陆已经成为世界上 第二大经济体 无论在国际的政治 经济 军事的影响力 都是与日俱增 反观我们现在 不但财力上 无法跟中国大陆竞争 而且现在许多我们邦交国 外交的转向 也不全然是中共银弹攻势 所造成的 这受到他们这些邦交国家 他们在国内的政治的变化 他们希望争取大陆投资贸易的 经济的利益的考量 甚至于国际政治因素 这些国家一旦跟我们断交 我方闭馆测缘之后 我想过不了几年 我们在这些国家影响力 将消失殆尽 因此两岸邦交争夺战 即使再起的话 形式上早已跟过去不同 而且我方也将立有未待 邦交国归零之后 台北的选项之三 也就是经营实质关系 在国际法上不被承认 并不意味在法律上不存在 但是在邦交的情况之下 只要台北不宣布独立 我们和吴邦交国家 经过多年实践 所发展出来的交往的模式 我们和吴邦交国家 所建立的实质关系 以及我们民间的对外的交往 比如现在的免签证的待遇等 应该 我认为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是 随着两岸关系 紧张的关系不断地升高 中共的压力 预料也将随之而增加 而使得各国政府 和我们官方的交往 以及民间交流 更易受到中共的干扰 我们国际参与的空间 将更加受到挤压 外交处境 也将更为的孤立 2020年之后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国民党重新执政 这是我们的外交的一个转机 2020年国民党如果胜选 再度执政 北京有鉴于未来两岸关系 可能因为台湾政权 再度轮替而申辩 是将把握国民党 再度执政的机会 致力推动两岸政治谈判 以图建立不可逆转的 两岸关系的架构 2015年 马习惠成功举行的潜力 显示习近平 有可能再度展现弹性 在两岸谈判中 务实处理两岸之间的分歧 对台北来说 台湾最大的安全的威胁 在于北京 失去了对和平统一的信心 失去了对和平解决的耐心 以及失去对台湾人民的既望 国民党执政当可扭转这个趋势 因此胜选之后 新政府的首要之务 自当于九二共识 恢复两岸和解 重建两岸互信 以使两岸与国际场域互动 能够恢复马政府时期 两岸外交修兵的默契 双方不互挖外交墙角 台北恢复参加国际民党组织大会 世界卫生大会 其中以维护邦交更是重要 新政府的挑战 是如何巩固两岸和解 政府在执政八年 所推动两岸和解 所获得的非常大的成就 却在政权转移之后 一系崩解 由此可以显见 两岸和解关系的脆弱性 因此新政府执政之后 除了重启两岸和解之外 面临了更大的挑战 将是如何巩固和解 在两岸和平 关系和平发展 我把出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启动和解 第一个阶段是巩固和解 第三个阶段是和平解决 只有两岸和解 能够得到巩固 两岸关系的和平解决 才有可能 在巩固和解的阶段 双方必须确认 未来关系发展的共同愿景 并且就两岸政治的定位 两岸国际的参与 军事互信机制 和平解决争端 建构未来两岸关系 发展的基本架构 以确保两岸关系 未来的发展 不受政府更迭的影响 在马政府时代 马两岸关系的缓和 增强了各国和我们交往 及改善关系的意愿 扩大了我们国际参与的空间 虽然我们在维护邦交 参与国际组织方面 多数多有进展 中共对我们的打压 也稍有缓和 但是两岸外交人员 在大多数的国际场域的交锋 始终没有停止 就其原因 乃是有关两岸国际参与的问题 在我先经后政 先议后难 先急后缓的政策下 中马政府执政八年 始终来不及处理 我们知道两岸和解 和外交和解是不可分割的 两岸不可能一方面和解 另一方面进行外交的对抗 但是攸关两岸和解的 我方关切的问题 包括维持信有邦交国关系 处理与无邦交国家 政府交往的关系 以及参与国际组织 它的解决 必须先处理两岸的政治定位的问题 2015年的马锡会 2015年的马锡会 英国经济学人评论说 这是习近平对于攸关主权的台湾问题 所做的让步 显示马锡会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意涵 乃是对于两岸关系发展 最为关键而且最为敏感的政治定位问题 在一个中国框架下 指出了未来两岸 有相互承认治权的可能性 相互承认治权的促成 首先双方必须确认 国家统一应该是长期的发展的过程 而其达成必须经由和平的手段 透过对话 以及获得人民的同意 其次双方必须正视现实 也就是北京必须接受 当前分裂中国之下 存在两个政府 而台北必须承诺 以国家统一为未来努力的目标 第三 针对两岸对于一个中国表述的分析和争议 中国的去政治化的表述方式 也许可以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 也就是说 双方在同意各自主权争议之下 北京如果公开表明 一个中国指的既非中华人民共和国 亦非中华民国 过去王毅曾经在纽约讲过 台北应该可以同意 接受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相互承认治权的一个体现 在国际法上 就是一个中国两个政府 对承认台北的国家 台北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而北京是中国的事实政府 对承认台北京的国家 北京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而台北则是中国的事实政府 在国际外交上 两岸外交修兵 就可成为一个常态 在不构成双重承认下 台北可以和无邦交国家 发展官方的交往关系 在不构成双重代表下 台北可以观察员的身份 来参与政府兼国际组织的活动 最后 当两岸互动走入 政治谈判的深水区的时候 智力发展和谐的两岸关系 固然重要 但是双方的矛盾 势必在所难免 两岸在处理关系发展方面 国际的三民主义 也许可以提供我们 一个思考的 一个方向 或者政策的一个指引 第一 在民族主义方面 两岸同属一个民族 在处理对外事务的时候 两岸必须顾全民族的情感 民族的利益 及民族大义的大局 在民权主义方面 台北可以作为 大陆发展民族的振友 目的在为和平统一 创造两岸心灵契合的条件 这是习近平的讲话 并且在自由民主人权 法治等核心价值上 拉近两岸人民的距离 这是马总统过去的谈话 第三 在民生主义方面 在经济民生事务上 两岸必须加强合作 相互提息 共存共荣 当两岸和解顺利开展之后 面对美中全面性对抗 可能旷日持久 蔡政府反中 仇中 脱中政策的遗毒 以及利用香港 反送中事件制造亡国感 等国内外的情势 新政府当可在亲美 合入 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不介入国际的对抗 平衡发展与各方 友好与合作关系 对习近平所提的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新政府虽然无需呼应 但是对于未来两岸谈判的台湾方案 则需未与筹谋 预作准备 执政后 由需加强国内的沟通 争取民意对两岸政策的支持 避免香港反中抗争 制造社会动乱的事件 在台湾已复制 报告完毕 对不起 花了大家很多时间 谢谢 谢谢我们刘大师的发言 现在我们请黄副院长发言 好吧 我就站这边讲好了 因为我发现大家脖子往右边看太久了 可能对身体不太好 我就站到中间来 马总统 然后苏民署长 高民署长 还有各位先进 还有辛苦的工作同仁大家 午安 我很快地想跟大家谈一谈 就是我们的国际空间 因为我大概在两年多前 有一位德国朋友请我写了一篇 马总统八年任内 我们国际空间到底是变多还是变少 其实很难 但也很简单 反正我就把国民党政府的论述找出来 民进党批评马总统的论述找出来 写一写 然后根据事实 我的结论答案是 国际空间变多了 可是呢 各位也会知道 确实有很多人一直讲 我们国际空间 特别是在马总统主政的任内 越来越小 所以我想说 那我们得讲清楚嘛 到底国际空间是什么东西 所以呢 好像有点远 OK 好 所以我先跟各位谈 很快谈一下 我从一个比较学理的角度分析 到底国际空间是什么 如果我说国际空间增加了 有哪些指标告诉我们说 国际空间增加的 我们不要用情感去讲 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去讲 我们拿一些指标来看一下 那再来呢 我想跟大家很快谈一下 哪些因素影响了 我们国际空间的大或是小 后面呢 我就很快地检阅一下 我们有意参与国际组织的 一些政策轨迹 还有相关的一些辩论 最后跟各位再很快谈一下 现在的政府做了什么事 因为前面两位先进已经谈了很多 特别欧部长这个开头 所以我不能超过他们发言的范围 反正就僭越 但是呢我想说 我可以做一点补充就是 我们常常讲的国际空间 其实不只是我们的邦交国 不只是我们的国际组织的参与 我这边列出来了六大类 我觉得都算是所谓的国际空间 所以我们要讲国际空间 到底是变大还是变少 至少我们把这六点 就像刘志工大使刚才那样子 清清楚楚地列出来 那我们可以做个功课 把这六个列出来 那到底过去马总统的八年 我们国际空间在哪些地方做了什么 那现在呢这六点做了什么 比如说民间的交流是不是又逐渐卡住了 又受到对岸的打压了 甚至外国政府可能因为怕得罪了中共 所以不让我们的民间组织进一步的参与 这些都是可以拿来讨论的这些大项 但是因为我今天不是来做个学术论文报告 所以我只把这个国际空间 大概至少它可以分成这六大类的这个想法 先跑出来请教大家 那再来呢 我想说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这些在会议手册里面有 我就不再跟大家赘述了 另外我想谈谈就是说 它国际空间到底怎么样变大 我们当然是要努力让它变大 不是让它变小 因为变小很简单 就像现在就变小了 那变大要怎么变大呢 我觉得这个在会前 特别是马总统的提点 还有夏立言夏会长的提点 让我这个内容又稍微再增补了一点点 我觉得可以分成两大块 一大块是勉强可以超支在我的 勉强可以超支在我的 也就是各位看到的ABCD 这四点 ABCD这四点 政府政策的选择 甚至我们国家有没有实力 或是人家需不需要我们参与 人家需要我们 我们的重要性就增加了 我们要参加的筹码就变多了 还有国内的民众到底支不支持 国际的主流社群 这主流社群 当然我把北京政权除外 国际的主流社群到底支不支持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其实有两个基本的做法 一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也就是有意义的参与 我们可能不能够全部都是用 正式的主权国家的身份 正式的会员参加 但是我们能参加多少 只要在不损集中华民国主权的情况之下 我们努力参加 第二个就叫慎选组织 所以我觉得当时 过去我们选择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它是继承了从李前总统一路过来的尝试 然后到后面的国际民航组织 甚至很可惜后来 在马中统任内来不及推的国际刑警组织 像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小心的选择之后 大家也觉得合理 所谓大家的国际社会 大家觉得合理 然后他们同意 我们试着有意义的参与 但是除了这些 可以操之在我的因素之外 还有两个就不一定能操之在我 但是我们可以间接地影响一点 第一个就是中共当局 他至少要对我们的有意义参与 要默认或者他不反对 有人说我们参与要中国大陆先点头 我会把它说成我要争取他的默认 他不要反对我就好了 他不要说好 我同意台湾的官员参加 但是至少他不要说话 我觉得这点我们就间接地成功了 那当然两岸关系很重要 那再来一个呢 我觉得牵扯到特别是现在的这个时空环境 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我个人的浅见就像各位这边看到的 就是当他们两边关系好的时候 我们的国际参与 比较不会变成他们两大之间的一个争执的焦点 所以可能大家就会 美国跟中国大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好了 让台湾多一点有意义的参与 可是如果像现在 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 基本上是处于负面的时候 我们的国际参与 常常就变成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一个争夺的焦点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参与的空间还有可能性都变小了 所以我原则上我觉得 这两大类的因素 我可以这样做个分析 那再来我们怎么样参与国际组织 我想说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国际空间都跟各位介绍 但是国际组织的这一块 我或许可以多讲一点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很快的历史的回顾 包括从过去90年代开始 美国就说了所谓的有意义参与 我那时候戒掉外交部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外国人问我们说 你们讲有意义是什么 我的答案通常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你去问美国人好不好 又是美国人讲的 第二个我说 只要我们国家主权没有被矮化 我们可以用适当的身份参与 这就是有意义 他说那你到底要不要成为正式会员 我说看大家的意见 但是我们不会损计中华民国的主权 所以这是我当时给外国人的一些 不是很好的答案的答案 但各位知道有意义本来就是一个 很外交的很政治模糊 但很好用的名词 后来我们在2002年参加WTO 但是各位知道 主要是李登辉政府时候的努力 至于马总统的任内 我们参与了比较多的国际间政府组织 这边是一些举例 当然还包括各位之前都还知道的 WHA或是ICAL等等的 可是蔡政府上来之后 这些有意义的参与 基本上它的可能性趋近于零 我特别找这张照片 请各位看一看 因为这是2009年 叶金川署长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特别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的时候 但是除了叶署长之外 这边这一位我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得见 他是现在的副总统陈建仁 他当时就在两岸九二共事的默契之下 不触及两岸主权的敏感的议题 随团参加了2009年 世界卫生大会的演讲 当时是中研院院士的陈副总统 他可以在那样的一个条件下参加了WHA 可是他现在参加的政府告诉我们说 我不要用这个条件参加 那陈副总统当时难道错了吗 我不觉得他有错 但是因为政治的因素造成了着飞金式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把这些政治的因素抛开 事实是怎么样 怎么样对我们最有利的 我们应该为了台湾这块土地 大家就抛弃成建 共同的参与 好 那怎么样是有意义的国际参与 我觉得我们要来检视的话 我刚刚讲过了 我提供一些这个检视点 到时候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 自行拿这个检视点去做个比对 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够用特定的身份 但是呢是不隶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 出席国际的社交场合 那这国际的社交场合包括 很多现在大家叫做厂编会 有时候我们以前叫做会外会的这些活动 像我们在WHA外面 会外会多得不得了 在IKO外面也是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参与这些组织的所有活动 但是只要我们能出现 那就是一件好事 我在外交系给学生上课的时候 我常常讲说 我们在WTO的名称 各位知道英文所写是TPKM 但当在WTO里面的时候呢 各国的驻WTO官员看到我们 不会说 TPKM官员你好 他一定会说台湾来的代表你好 或台湾来的官员你好 正式的名称是一回事 但是只要我们出现 他们都知道我们是从中华民国 从台湾来的 这就是出现的重要 你不出现 你连名字都没有 人家也不会记得你 所以这就是有意义参与的一个 一个我觉得要掌握的地方 再来就是我们能对国际社会 做出实质的贡献 像会前呢 马总统特别也提出了一些 他的这个经验 包括像我们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我们那时候在SARS的时候 说拿不到疫苗 但是参加SARS之后呢 参加WHA之后呢 不仅我们跟WHA的这些 专家的会议啊 这些连接增强了 而且我们还可以提供 我们的疫苗株给WHA 人家当然觉得 好了一年就来参加一次 但没想到也给WHA赚了这么多 我们让它赚没有关系 因为大家互相互相嘛 我们也需要参加这些国际场合 增加我们的能见度 而且增加我们的什么呢 增加我们的 政府治理的机制 也就是说 我们的官员要能参加国际组织 他才能够收到这些 所谓他山之石 可以攻错的效果 他不去看看国外 怎么讨论这些案子 他们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那我们的公共政策的决策 永远不会进步 我们就是闭门造局 外国人他们集合在一起 集思广益 透过这些脑力激荡 他们的公共政策的品质 会越来越好 好 那我觉得怎么样的有意义参与 比较符合我们国家利益呢 如果要我提出两个原则的话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理质外交 不是说面子不重要 而是说理质更重要 所以我这边提到 面子很重要 但是理质价更高 那第二个原则 我的建议会是 我们应该要低调 但是要积极 不能够低调消极 所以低调当然就是说 不要让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 台湾的国际参与 变成两岸外交的一个主战场 但是呢 我们除了低调之外 只要我们能够出现的场合 积极地争取 积极地争取 我们当时可以看到 有些政府部门 参加了国际组织之后 相关的预算就减编了 然后积极度也减少 因为觉得已经达成了 但我觉得其实 政府各级官员 不管是不是参加了 或者是第一次第二次 甚至是第十次 都应该要 把每次当成第一次 努力地表现 因为这是我们难得的国际舞台 好 现在的政府的作为 刚才前面的三位先进领导 都讲过了 我觉得这个 当然两岸关系无法处理 再来我们看到一些 出口转内销的情况 因为外国走不通嘛 但是呢 我可以让在外国受挫的经验 不管是我主动 遭遇到困难 还是我故意引起的困难 我就让这些困难呢 传回国内 凝聚国内 仇视中共的力量 这样子的话 某些政党 他觉得他的票就更多了 我们可以看到像 WHA在国外抗议 我不是说这些抗议都假的 但有些抗议真的是 给镜头看的 看完之后就传回国内了 外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那还有像 今年的三月 蔡英文到诺鲁 结果呢 诺鲁国会在 应该是 我很怀疑 合理的怀疑 是在我们政府高层的受益之下 诺鲁国会 他的决议文通过里面 说诺鲁挺台湾 反对一国两制 很好 因为全台湾 我记得大概95% 都反对一国两制 可是呢 后面特别提到了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个诺鲁应该没有 那么政治敏感才对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 在今年WHA见走的时候 他们 如果我没有记错 他们突然 趁警察不注意的时候 拿出一块 小的布条 表示 他们在国外 积极推动WHA 可是这布条上面写的是中文 它是在国外 出口转内销 再来 这个是蔡英文的演讲 我把那个原文摘下来 各位看一下 从开头就讲 我们是中华民国 括号台湾 有紧密友好的关系 中华民国 括号台湾 总统阁下 但中间突然跳到 承认台湾唯一 主权与独立国家之事实 写完之后呢 又变成 赞赏肯定 中华民国 括号台湾 驻诺鲁大使 周静伐 也就是说 通篇都是中华民国 括号台湾 但是呢 突然给你 中间变得 只剩下一个 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夹带嘛 为什么 出口转内销嘛 这都是 蔡政府的一些 不当的作为 那当然甚至还有 三年断七国啊 管处改名啊 等等的 那我最后只多说一个就是 像俄罗斯 沙烏地 最近也给我们一些 落地签的便利 可是俄罗斯呢 它在落地签上 是把我们写成 台湾 豆点 中国 沙烏地呢 他们是写我们是 中国括号 香港还靠台湾 蔡政府有没有去抗议啊 我至少没有听到 所以 爱台湾雇主权 真的变成一场空话 好 时间的到 所以我想说 反正 两岸关系 和缓 互量 我不敢写互信 我本来写互信 后来我感觉互量 因为两岸关系 搞得这么坏之后 互信真的很难 但互相先体谅一下 慢慢地进展到互信 然后呢 存在才有希望 出席才有机会 我们的立场要坚定 但做法要灵活 而且呢 我们一定要推动 我们的价值外交 才可以多交一些朋友 最后我觉得 两岸官民应该要 争取在 可能的场合 不是所有的场合 可能的场合 协调和合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应该 把眼尖看大一点 两岸的合作 不一定只对两岸好 它可能对区域好 甚至对世界好 现在是个世界村嘛 全球治理的时代 所以如果两岸官民 在可能的领域 比如说公卫 比如说教育 可以争取协调合作的话 中华民族一起 造福世界 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谢谢 谢谢黄副院长的发言 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Q&A 但是在进行Q&A之前 我想刚刚马总统提到 在他八年任期里面 断了一个国家 这件事情会提马总统澄清 因为外交修兵以后 很多国家原来在恶斗期间 他可以敲诈勒索 可以得逞 但是马总统上来以后 因为外交修兵政策 对这些国家的勒索敲诈 我们不再接受 那么在甘比亚这个总统 大概以前恶斗期间 他多可以得逞 他等到马总统的时候 他没有能够敲诈的税 所以他就主动跟我们建交 而重要的是 他宣布跟我们建交以后 北京马上外交部很清楚地宣示 他不会跟他建交 而事实上也一直等 两年多以后 到了我们大选 民进党胜选以后 大陆跟他建交 多少有一点点警告 民进党政府的意思 但是就变成 我们八年没有断交的记录 被破了 但这个不是中国大陆 抢我们家国 而是他这个总统 虚说不得逞 又恼羞成怒 所以这一点 我特别替马总统澄清 我想我们现在开始 就是刚刚几位语谈人 都是在理论上研究非常深入 在实物经验上也都非常丰富的 因为我们的何时音教授 柳中文大师都担任过 王会副秘书长 王会院也担任过外交部 原社会的主任委员 所以他们实物经验也非常丰富 所以他们刚刚的见解都非常精辟 谢谢他们 那我们现在就开放 Q&A 感谢 我是台湾大学地质系教授 前环保署署长 各位刚刚前面四位都谈到 我们外交空间 我想特别提出一个面向 就是所谓环保外交或气候外交 那么在我们中华民国历任的环保署 参与联合国的气候峰会 我必须说 在当年2015年 在外交部同仁的同筹 我们个人的努力之下 我是第一位 到了巴黎的气候峰会 参加所谓的很多会爱会 第二年李英元 我的继任者 民进党的就进不去了 根本就排除于门外 所以我在想当年2016 我们如果能够继续执政 除了国际卫生组织 还有ICAL以外 其实在这个COP会议的参与 或者说在气候外交这条线上 其实是有机会的 希望我们重返执政 这会是一个面向 各位刚刚都谈到 如何加强我们外交参与 我不知道像这个部分 像刘先生 刘志工先生 您到底有没有统计到这一块 说不定有 说不定没有 我不知道 环保署有许多的联合国相关的组织 有的可以进去 有的进不去 这个都要很多技巧 我只是提出 在这个方向 尤其未来 这个是普世价值 环保外交 气候外交 必然是未来以后国际参与的一个重点 谢谢 这个我回来回来一下 这个刚刚我们王文院长特别提到 就是说我们国际参与 有几多这样状况我们能够争取 其中一个就是被需要 我们WTO为什么我们能够成为 享受完全会员权益的一个会员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WTO成立的时候 我们在国际贸易上的世界排名 是排在大概第16还是第17 所以国际贸易 假如说这个组织里面缺了 我们中华民国的话 这个组织并不完成 所以所有的会员国都认为 我们当然应该在里面 怎么办呢 大家脑力激荡 最后就想出一个办法 用什么 台蓬金马关税领域 用这个领域 成为WTO的会员 享受完全的会员权益 这就被需要 那么这个WHA我想我们 医疗水准非常高 所以我们也是被需要 我们在这个组织里面 不是要从这个组织来受益 我们是可以贡献的 我们是可以贡献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实力让国际社会认为 我们应该在这个组织里面 另外一个就是你能不能贡献 而不是你跑到里面去受益 那大家就没有太大兴趣 我们是可以贡献的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国家 这个认为我们应该参与 就是这个补充 不想这个大使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想跟魏署长的问题 外交部的统计资料并没有列举 参加国际会议的戏目 但从2009年 我们一共参加了243个 政府间的国际会员 到现在2017年 只有141个 我相信 这个气候有关公约的会议 我想一定是报告在里面 我想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你好 我是丁凌宏 是企业界的朋友 我个人有担任过 1998跟2003年APEC的讲师 就是以代表中华台北 所以对刚刚黄国奎老师所提到的 检视我国国际空间的本质与未来 这个部分我个人有兴趣 而且也长期有以企业家的身份 致力于在如何能够协助台湾走出一个 经济跟国际的空间 那我比较concent一个就是说 刚刚有提到包括ICAL 就是国际刑警组织或者是民航组织 那我比较pay attention是在这个 从TPP就是马总统执政的时候的TPP 到现在所谓的CPTPP 那我不晓得就是在座各位或国安的 我们今天的研讨的部分 有没有一个可以比较提出务实 未来不管是蓝或绿执政的时候 能够务实在这个地方 也能够为我们的经济开一个国际空间 或我们的生存的这个方式 先就叫黄教授 谢谢 主嘉 我点名你好不好 他在后面 真正的专家在那里 林主嘉教授 那个麻烦后面把这个麦克风给他 还好我没有在睡觉 大家好 我是真大经济系教授林主嘉 其实那个CPTPP跟RCEP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本来的TPP大概占我们 对外贸易总额大概35个percent 非常重要 那现在美国退出以后 大概在我们对外贸易总额还是24个percent 所以对我们来讲还是非常重要 那然后CPTPP它是一个非常高档的FTA 大概95%的关税会降到0 然后还有高度的服务业的开放 比方说电信事业的开放 还有金融产业的开放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要进到CPTPP去的话 其实我们必须要在国内做非常多自由化的过程 就是有非常多的产业 我们其实自己要内部先开放 那那个时候我们在我自己在马政府服务的时候 在大概2014年15年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江一华在当院长 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要进到TPP去 可是那个时候TPP还没有正式成立 所以我们看不到里面的条文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拿美国跟韩国签的FTA 那是一个非常高档的FTA 然后我们针对里面他们开放的这些产业 还有一些规定 那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符合这些标准 所以我们曾经要求经济部 内政部相关的部会 针对这些要开放的条文进行判定 哪些东西我们到时候要跟着开放 所以其实在2016年520我们下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盘点过一轮了 照理来讲后面的蔡政府 应该要针对这些盘点的东西 开始进行国内的这些法规跟条文的修正 然后才有办法进到CPTPP去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政府在申请这些东西 所以假设说明年1月11号 不管是哪个新的政府上来 其实我们都应该针对现在这些 CPTPP里面的相关的规定 要做努力的开放 然后我们才可以申请进去 但是里面的开放的东西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现在没有办法在这边一一举例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决心 说我们如果要进去 我们就应该要做这个等等的开放 才有办法进到CPTPP里面去 所以它的开放程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决心 比方说我们那个时候曾经说要做自由经济示范区 那里面其实就有一些相对开放的一些东西 但是事实上后来那个条文在立法院其实就没有通过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决心去做这些程度的开放的话 其实要进到CPTPP 我是觉得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大家对于这些开放的条件 其实一定要有的 那顺便我再讲一下这个RCEP RCEP其实它的条件低很多 CPTPP的章节大概有30个chapter 所以里面有非常多开放的要求 但是RCEP大概只有10个chapter 而且它开放的项目其实少很多 最近大陆跟印度谈好了 大概印度大概开放80%的产品而已 所以理论上来讲RCEP的要进去是容易很多 就是我们要进到RCEP 其实很多产业不必开放就可以进去 所以比较容易 那RCEP可能在今年会谈完 所以理论上来讲我们进到RCEP会比较简单 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在RCEP里面 所以我们如果要进到RCEP 就必须要中国大陆的同意 那你要中国大陆同意的话 大陆可能会说 我们要先把ECFA全部谈完 再来谈进到RCEP 所以其实都有一些障碍在那个地方 那我要讲就是 大家都要有充分开放的决心 才有办法加入 以上是我的补充 谢谢 谢谢林教授的说明 还有没有哪一位 大家好 我是立法委员佟慧珍 很高兴听到这个精彩的演讲 刚刚大家都讲很好 但是有一部分 我们最近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德国的谢志伟大使 利用当地的侨胞 都一直在发起那个像国会请愿 要台湾跟这个德国建交 我想就他们这个 就现在民进党政府采取的这个行为 就鼓动侨胞 在国会请愿联署上面 听说就达到五万人 国会就要就此解释了 就是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想请问各位都是这个外交的专家 可不可以就这个作为 民进党这个作为 做一个什么内涵 它的内涵 为什么他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事实上 在侨胞这样的影响里面 请大家提出一下看法 可以吗 谢谢 我想这个是他们民间的一个推动的活动 效果有限 因为事实上这是牵涉到整个政府的外交政策 牵涉的不只是行政单位 甚至国会都要牵涉到 所以老百姓民间这个活动 只是到现在为止五万人 但是一到国会 我相信这个案子就会被否决掉 事实上就是不可能 因为这个德国是跟我们建交的 跟我们中华民国建交 那么这个谢志伟这个政治任命的 他一向干的事情就是 我们没有一件事情我们认同的 所以我也不愿意在这里再批评他 他连国庆的时候 国庆九会也不把中华民国设置写出来 但是蔡英文政府也没有纠正他 他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曾经批评过 说像政治任命的那是 他在国外他所关心的是国内事情 他一点都不关心 他加强跟住在国关系的事情 他一点不关心 我们是对他认作为 我们是觉得不能接受 谢谢 抱歉 老师好 我想要问的是美中关系跟台美关系 就是如果说台美关系现在是 目前是越来越好的状态 比如说像是美国的餐饮院 他有通过台北安全 然后还有很多的 因为现在是几乎是全面押注在美国 那所以我们在美国身上 投注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 那两岸关系目前为止 就是所谓的结冻的状态 然后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对于未来而言 不管是谁执政好了 如果说全面像美国 中美台美关系越来越好 那是不是两岸关系就注定是越来越糟糕 还是说可以相反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是两岸关系搞好 然后台美关系也会不错地维持的状态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是非常讨厌政治人物的 那为什么政治人物 就是关心了自己的选票 跟他们的利益计算 那为什么就是台湾的政治 会变成这个德行 然后这是我的问题 谢谢 关于这个我们跟美国关系 刚刚我想很多先进 在报告中 我在我的报告中也提到 事实上我们跟美国关系 在蔡政府时代是不禁反退 大家还记得 在马总统执政期间 美国国务卿Hillary Clinton 说台湾是美国的 非常重要的安全跟经济的伙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誓 这个未来等于说把我们这个美国跟我们关系的一个定位 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蔡政府执政期间 虽然美国国会通过了非常多的友台法案 但是没有一样落实 事实上我们知道川普政府也不可能去落实 反而对我们双边有实质关系的 像比如说高层官员来访 在TIFA架构下恢复双边的会议 一样都做不到 所以说表面上看来是非常风光 其实事实上我们正在了解 我们台美关系实质的 尤其我们是外交人员来看 我们知道台美关系并没有进展 所以在谈到美国对两岸的关系 我们知道美国的政策 是经过几十年来 经过多次的变化 我们从尼克森时代 这个所谓的联中抗输 一直到我这边做一个整理 到了老布希时代 那是为了全球的合作 它开始也是非常倚重 虽然那是苏联已经瓦解了 但是为了区域问题 区域的安全问题 它是需要这中共的合作 到克林顿时代 大家知道 他们曾宣示 要迈向一个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到小布希时代 一开始视中共为战略的竞争者 91之后 它转变为寻求建立 双边一个建设性的关系 到了欧巴马时代 到了小布希时代后期 他甚至把中共看成一个战略的伙伴 在国际经济事务方面 是希望中共成为一个 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 到了欧巴马 继续延续了交往的政策 但双方互以加深 所以有了亚洲再平衡的政策 从经济上TPP 在战略上亚太再平衡 采取了交往跟遏制 并行的政策 到川普 变成一个战略的竞争的对手 和安全的主要的威胁 修正主义的国家 采取遏制跟防范的政策 所以我们知道 美国对两岸的政策可以历经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这个主要的变化原因 其中当然是整个中国大陆力量的崛起 在所谓的贸易方面 在科技竞争方面 这个美国感受到中共的一个威胁 但最重要的这个 国际上的这个事件 事实上 因为中共已经是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离世国 如果再发生一个像类似的九亿事件 美国攻击攻打伊拉克叙利亚 我不相信 这是美国政策 如果在需要中共的支持的时候 协助的时候 不可能再做改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一味地依赖美国的话 有很可能整个国际情势变化的时候 那我们的利益就会受到一个受到侵害 所以我们在一再强调 对马中的禅闹 这个所谓的国安的这个战略 是以这个 譬如说以这个 上兵伐魔 其次是伐交 最后才是用国防 来防卫我们自己 美国对我们安全的支持固然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处理两岸的关系的话 可以让我们在政治上面 给我们更多一层的保障 而这一层的保障 是我们可以超支在我 超支在我 像美国给我们的支持 是超支在美国 美国对我们的支持是不可靠 我们本身如果能够掌握好两岸关系 可以控制 可以让我们能够 使得两岸关系能够稳定发展 我想这是对我们安全最大的保障 谢谢 谢谢刘大使的说明 很抱歉我刚才没有特别注意到时间的把握 已经占用了下一场的时间 我想我们就在这里结束 谢谢各位 谢谢观看